哈喽大家好 炸豆腐这样做非常的入味 炸豆腐吸收了所有排骨的汁 非常的美味 花生很健康 下饭下酒都非常的好吃 现在来看看这一个菜是怎样做的 排骨放在水里泡半个小时 这样才能够去掉排骨里面的腥味和冷冻味 半个小时后将排骨捞起来放入盆子里 用清水清洗一遍 然后再将它捞起来 再放入盆子里 再用清水清洗一遍 这样的排骨就干净了 现在将它捞起来 放在碗里 现在放下调味料 胡椒粉 砂糖 砂糖 辣椒酱 老抽 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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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蚝油 将调味料和排骨搅拌均匀 有时间腌制一个小时 如果没有时间 腌制十分钟就可以了 早上买了半斤的炸豆腐 很新鲜 现在将豆腐切开两边 切的时候两边一样大小 这样放看起来全部都是一样高 切好后将它平放在砧板上 然后整齐的放入锅里 锅里不用放油 因为炸豆腐很多油 在炸豆腐上面放上腌制好的排骨 将它均匀的平铺在炸豆腐上面 排骨放好后将腌制排骨的酱料也倒上去 这些花生是新鲜花生 如果你没有也可以用干的花生 将洗干净的花生放上排骨上面 这一段时间接上很多花生麦 新鲜的花生焖起来非常的烂 放一些枸杞上去好看一点 倒入一碗水 这样炸豆腐吸收更多的糖汁 现在将盖子盖上 准备后可以开炉了 首先开炉火 水开后将火转小火 再用小火煮半个小时 炸豆腐 现在我们准备其他的副料 葱 将葱切成粒 准备一个红辣椒 将辣椒切成粒 将切好的辣椒粒和葱花捞均匀 然后再放在碟子里备用 30分钟很快就到了 先去盖子 哇 排骨的香味好香哦 在上面撒上葱花和辣椒 现在看上去非常的有虚欲 炸豆腐全部都抛在汤汁里面 新鲜的花生很烂 现在再盖上盖子一分钟 花生和辣椒就会断生 颜色特别漂亮 看一下 是不是 有一点水分 水特别的漂亮 哇 这一道菜太香了 来看一下这一道菜 排骨非常的香 香香 香甜的排骨 豆腐 里面全部都是汁 新鲜的花生特别好吃 里面全部都是粉 煮了半个小时 花生很容易烂 现在将它倒入碟子里 花生排骨炸豆腐 这一道菜就做好了 烤上去 是不是很好吃 非常的香 好了 今天这一节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你的观看 来看一下这个豆腐 很多汁 太好吃了 这一道菜 那边 对 那个MING 没有 这些东西